好,我们今天来讲这个看起来很实用的工具 这叫Krita AI Tools 这是怎样呢? 这是说我们在遮罩一个地方的时候 通常在SD或Compify操作很麻烦 那它这里有一个好处就是 你点一下,它自动辨识帮你圈起来遮罩 这里有演示 你点一下,它自己就圈起来遮罩了 所以看起来是很好用的 我们可以来试试看 那这个要怎么装呢? 这里有什么很简单 就是说下载下来解压缩 放在Krita的安装资料桨 那我们来试试看 下载下来 这里有三个资料桨 好 这三个呢要放在Krita安装的介绍桨 那Krita都是装在哪里呢? 这个比较简单的操作方法 你可以按右键 打开档案位置 通常是装在这里 这样 那我们就可以把它 那我们把资料桨搬过来 好,贴过来了 那我们来测试看看那效果 好,我们直接打开这个Krita 然后选一张图做测试 这张图呢 我们可以拿来做测试 我们先把Comp UI连上 好,他连了 好 现在Krita新版的越来越厉害 你现在连图丢进来 提示词都帮你截取了 真的是太厉害了 好,那我们现在 就是多这两个遮罩应用 这两个智慧遮罩是怎样呢? 你点下去 他自己会圈起來 或是用这个Fox 你自己框一个范围 他自己也会圈起来 这样 你自己框一个范围 他自己也会穿起来 好假设呢 我们现在来 好就换这个盆栽了 我们把这个盆栽呢 换成娃娃 我们把这个盆栽换成娃娃豆 然后开始跑到外面 这个橙位不断要拉高 你不拉高还是不会变的 然后拉高他就变了 60%左右的娃娃比较好看 对就是就变成这样 然后你如果要把这个娃娃移过来呢 一样这里有两个 一个就是只有遮罩盖过来 然后这个呢 只有勾勾的话就是说 他全部帮你融进去 那通常是这个比较好修改 这样 那我们可以看修改后的效果 就是这样 那我们当然也可以改这里啊 都可以改 全部都可以改 没有说不能改 原来 原来这个点起来就可以改了 我们也可以改别的 比方说 改成 什么 就改成一个 radio 形状的东西这样 所以这种智慧遮罩呢 我觉得真的非常好用 你等一下 他自己就帮你圈了 甚至呢 你就是 你就是用这个 方框要去框 我要哪一些东西 改这样 有没有 让框他自己就会辨识 这种遮罩真的很好用 这就是新的插件 然后呢 他有说 Quita要5.2.2以上才可以用 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这个Quita版本 可以用贯打卡